Hello 大家好 我是陈轩 今天我们继续回顾一下在过去几天发生的一些重要的科技新闻 首先说一条Google的新闻 这个是7月7号周三的时候 一些州的律师组成的联盟发起了对于Google的新的诉讼 指控Google滥用对于安卓应用商店的控制权 那这次的诉讼是由36个州和华盛顿特区的律师联合提交给了加州的联邦法院 主要是针对Google Play商店对于开发人员收取30%手续费的事情 那这个联盟在诉讼中就说Google使用了一个令人误解的这种安全警告 把用户和开发人员限制在他们家自己的Google Play的应用商店里面 这样一方面避免了可能出现的Google Play商店的竞争对手 另外一方面透过自家的这种应用商店就从应用内消费中去抽取高额的手续费 那Google和苹果在应用商店方面呢是类似的做法 就是所有的应用支付呢都要通过应用商店的支付系统 而两家公司呢从中抽取30%的手续费 后来这个手续费呢对于小商业主就降低到了15% 那Google呢在博客中回应了这次诉讼 说这个诉讼呢和之前的Apple Games提交的诉讼是一样的 而安卓的系统呢是开放的 用户完全可以不用通过Google Play的商店去安装应用 其实呢这也是大家更加关注 Apple Games状告苹果的那件事情的原因 因为呢你要在苹果的手机上安装应用呢 就必须通过苹果的App Store 而安卓上面呢即使应用被下架 也还是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去安装 那Google除了去年被Apple Games告上法庭呢 还被35个州的律师联合 就搜索业务领域的垄断行为告上了法庭 司法部呢也单独对于搜索业务的垄断行为 提交了诉讼 说完了Google呢我们来说一条Beyond Meat的新闻 他们家在7月8号周四的时候宣布说呢 他们家新的基于植物的Chicken Tender 将会进驻到大约400个美国的餐馆 Beyond Meat说呢这个Chicken Tender 和之前推出的Chicken Strip基柳呢 是完全不同的产品 那之前的Chicken Strips呢是Burger肉之前推出的 但是在2019年的时候呢 因为没有流行起来所以就不再做了 那Beyond Meat介绍说呢它新的Chicken Tender 大部分的材料是来自豆类 比传统的Chicken Tender少了40%的饱和脂肪 那里面不含有胆固醇抗生素啊和激素等等 不过目前呢Beyond Meat进驻的餐馆还没有全国连锁的餐馆 所以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只能是看一下当地的一些餐馆 是否和Beyond Meat有合作了 那顺便说一句呢关于替代性肉品的相关知识 我们在小编科普中讲过 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去看一下那一期的节目 说完了Beyond Meat呢 我们来说一条关于InstaCut的新闻 这个是在7月8号周四的时候 InstaCut就宣布说他们要任命现在的Facebook的应用的负责人 InstaCut的董事会成员Fijicimo担任新的CEO 他会在8月2号上任 而原来的CEO也就是InstaCut的创始人呢 将会变成公司的董事会主席 那由于Fijicimo转去做了InstaCut的CEO呢 Facebook则是把长期负责产品工程的Tom Allison调去 接任了他的Facebook App主管的位置 那业界有分析认为呢InstaCut其实已经创办了9年了 在外界呢觉得他应该很快就会上市的时候呢 突然间更换CEO是一件比较少见的事情 不过另外一方面呢 因为随着疫情过去 人们开始回归之前的生活状态呢 他可能是需要考虑如何才能够进一步的实现业务的增长 节目的最后呢 我们说两件上一期新闻回顾说过的事情的最新的进展 一个是关于Windows的安全漏洞的事情 微软在这周的时候呢 已经开始发布系统的更新来修补这个漏洞 也建议用户一旦发现自己使用的系统有了安全更新呢 就及时的下载安装 但是在7月8号周四的时候呢 科技媒体就报道说 有的用户安装了微软的安全更新之后呢 就连不上自己的打印机了 那比较多出问题的呢 就是Zebra这个牌子的一些打印机 Zebra的公司呢 表示说他们已经发现了 微软在7月6号发布的系统更新 会影响到一些品牌的打印机 那微软呢是计划在未来一到两个工作日之内呢 会推出解决这个问题的更新 那现在用户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呢 就是卸载受到影响的打印机 然后使用管理员权限再重新安装一次 或者是呢 直接选择卸载微软的安全更新 但是微软这次的安全漏洞呢 被微软评定为是严重等级 就是critical的等级 所有受到影响的Windows的系统呢 目前已经推出了安全的补丁 所以卸载它的安全更新呢 可能就不一定是一个非常好的办法了 另一件事情呢 就是我们上期讲过的 推特在印度违反了新的IT规定 然后被印度政府取消免责保护的事情 在7月8号的时候呢 彭博社报道说 推特现在呢已经列出来了 将来会如何遵守 印度全部的新的规定来运营 而推特的律师呢 说公司已经任命了 一位临时的首席合规官 很快就会指定一名申诉官 一名负责回应执法要求的员工 而且在未来8周内呢 会在印度设立联络处 那我们今天的新闻回顾就讲到这里了 我是陈轩 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的话请记得点赞订阅分享 我们下期再见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